麥露第五年的宜蘭縣高中職清寒學生卓越獎助學金 是由撒夏緬度台灣文化基金會所提供 今年總共有50名學子受惠 總金額高達100萬元 並且在今天舉辦辦發儀式 為了鼓勵加進清寒成績優良的學生 要不畏逆努力求學 撒夏緬度台灣文化基金會 特別提供宜蘭子弟清寒卓越獎助學金 今年總共有50位學子受惠 包含30名大一的學生 還有5名升大二的學生 以及15名偏鄉學生 總共今年頒獎50名學生 總金額是台幣100萬元 在高中職升大一的 我們總共收到58件申請 58件申請裡面有很多成績非常好的 甚至有好幾名是考上台灣大學 但是我們評審委員 經過討論跟這個評審之後 就是生活環境比較差一點 需要幫忙的人 我們這個評審委員 反而願意更加多支出援手 縣長林聰賢希望受獎的同學能夠抱著感恩的心 將來有成就的時候要懂得回饋社會 每年這個資源 其實我也在這邊特別恭喜各位以外 也希望大家要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典範 就是說將來你有能力的時候 也能夠回饋社會來幫助別人 祝人最快樂 我相信今天賴博士帶著他的太太 帶著這個心意要來溫暖給大家 那就是希望 雖然最近好像台灣都是壞消息 全世界好像壞消息很多 我們希望這樣的正向的能量 我們互相能夠鼓舞 互相能夠讓各位在未來的世代裡面 把這個正向的能量繼續傳播下去 沙江緬度台灣基金會 則是希望透過獎助學金 帶給優秀喪進的青年學子 更多的關懷還有感動 讓他們能逆風前進順利就學 宜蘭新聞記者賴伏欣傳播報導